你想不想走这个俱乐部你走不走 你看这么下头的管理跟陪完你走不走 你要不要来 来我帮你我帮你把押金付了 就在昨晚 青木川点陪完遇到一个敢于把自己30单价变成5块单价的小姐姐13 本来是青木川和13好好的甜蜜双排 但却因为13好心让自己俱乐部的另一个好姐妹加入 导致青木川最后当场和他们俱乐部的管理以及好姐妹大吵一架 并且青木川还当着他们管理的面 直接当场给13转押金挖她到自己的俱乐部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另一个小姐姐在青木川不知情的情况下强买强买造成的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小姐姐是在什么情况下 让自己的普通单变成甜蜜单的 30的单不接接5块的 然后对吧 敢于创造机会你绝对可以的好吧 刚进俱乐部一周的13没有属于自己的老板 而他自降单价就刚好碰到了青木川 13的好姐妹小心的加入 才让他们之间的气氛开始逐渐发生了变化 10年了 哈喽 哥哥晚上好 我是小新 多少钱单价 我30块钱一单 那那1313有30吧 好可以 13小姐姐不仅服务态度好 而且技术也是在上一把得到了青木川的高度认可 而同为30单价的技术赔小新 刚开始服务态度还是不错的 但就因为青木川的一句玩笑话让他当真了 这才有了后续没完没了的拉扯 13是你宝宝吗 是吗13 那我可不可以 也当你的宝宝呀 我是他的第100多少万来着 我是他的第170万个宝宝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各位特种兵请准备 这么多宝宝 太多了 我有点统计不过来 那跟你们跳吧 你们跳赞 我来吧 不得不说 13小姐姐的情商确实高 她的回答也让青木川挑不出一点毛病 当他们落地后不久 13率先被淘汰 青木川为了节目效果决定重开一把 而这也成为了后面小心误会他们关系不简单的把柄 我们这是皇冠 你们俩都是技术陪吗 宝宝 你怎么不打完呀 你死了我不想打了 没有你的 没有你的游戏玩不下去 真的吗 好感动呀 要哭了 那你哭一个我听一下 别吧 这这不好吧 这等会 等会打完游戏再哭了 哦 有人不方便啊 好这样子 那打完这把我们加个微信 我打电话给你 我谈你 好不好 可不可以 哈哈哈哈 是我多余了呗 你多余了吗 没有啊 你也可以来啊宝宝 我们三个人打电话都请 是我多余了吗宝宝 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 你不会多要我钱吧 我记得甜蜜单都是要多收钱的 嗯 对啊甜蜜单都是52一单 那你不会收我52宝 那都叫宝宝 那肯定是另外的加强 那可是他都没要我钱 那这是十三给你打折 我不打折 大家注意 前面青木川只是随口说的让他一起加入他们打电话 并没有让他叫宝宝 而且青木川从最开始都是点的技术培 只是十三小姐姐帮他打折而已 但小新却没那么好说话 青木川明确表示自己并没有要求他喊宝宝 所以这根本算不上是甜蜜单 只不过是他资源的而已 青木川还是分得清的 我们都看得出来 他的确更喜欢十三一点 之后他们也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了 而小新也一直喊他宝宝 所以这才有了后面的强买强买 只要是 我什么时候点甜蜜单了 都叫宝宝要肯定去点甜蜜单了 我操你这自愿叫的 你要收我钱啊 刚刚在出生岛的时候 你不是这么说呀宝宝 我在出生岛说啥了 你说你问我要不要加入你们一起 加入我们这个队友一起打游戏啊 加入我们一起没错啊 我以为你说是加入一起叫宝宝呢 那只是你以为啊 对不对 那我现在宝宝都叫了 那你肯定等一下 不是 你自己要叫宝宝的 那还要还要忘我给你钱啊 那钱 那宝宝都叫了 听都听了 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吧 不是你要叫 你还强买强卖是吧 青木川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过要点他甜蜜单 而他喊宝宝也全凭自愿 现在却开始问青木川要52的甜蜜单价钱 但青木川却表示自己并没有收过 无奈之下 小新又提出了紧钱时给他们双倍单 实际三倍单的无理要求 这真的有点厚颜无耻啊 我们见过老板主动给赔完加单的 但却从来没见过赔完要求老板加单的 这让青木川一时觉得非常无语 行吗 前十 前十算双倍 实际算三倍 别这样啊 小新 没事的 我们正常算单嘛 不是啊 前面叫他宝宝 他都没有说要算甜蜜单 前十算双倍单 你们俩正常 双倍单 不是正常俱乐部不是应该前十 没进前十不算单吗 你这什么前十还要我双倍单 那这不是带你上分了吗 前十给我们双倍单 你带我上分啊 你才两杀耶 你才一杀耶 这老板带赔完啊这是 实际三和小新本来就是按照技术赔来点的 但他们两个人一人只有一杀 按照正常情况来算 老板不满意还是可以要求退单的 但现在小新竟然提出让青木川给他加单 这真的一个是前所未见的奇葩要求啊 而十三小姐姐却非常的明示 别这样了 别吵别吵 我们就正常算单嘛 不是现在十三单本来就不好接 你这也刚刚配玩 好 配玩就像一个老板 至少让你多转一点啊 这样说你还让我别说了别说了 这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转钱才他妈这么转啊 不是那我是不是也没有强求 一定要你给我们转 那是不是也在跟你商量 商量 我们可都没有看出来这是商量的语气 他至始至终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是因为十三的善解人意 才打动了青木川 才让他有机会和他们一起打的 现在反过来还说他是为了十三好 这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而作为刚当陪玩的十三 却很珍惜自己在大厅 好不容易蹲到的老板 他不想让小新把老板弄得不开心 之后青木川还是以27杀带他们吃鸡 现在就到了结证的时间 你一共给你转多少钱 总共转65就好了爸爸 65是吧 什么听不见 100 OKOK转100 好好转100 不用不用爸爸 不用转这么多的 另一个转转转多少啊 我和小新的一共就是65爸爸 为什么我们两个一共才65啊 没有我那100是自己给你 另一个妹妹是多少钱啊 小新是30的吗 是要三倍吗 妹妹这个是不要三倍啊 刚刚那把吃鸡 那我们都算双倍吗 你给我和十三都算双倍 大家听听看 这是裴玩和老板说话的语气嘛 按照十三的算法 他和青木川的第一单是五块 之后他们落地成和那把不算 最后吃鸡这把一人30块 这个账案道理来说是没有问题的 但青木川觉得十三性格好 服务好 所以单独奖累了他100块钱 而现在小新还特别理智气壮的 让青木川给他们算双倍单 我们今天也是见识到了 这个俱乐部的某些赔玩有多下头 那你也给他转100吧 为什么我要再给他转100 六十是赔钱加上甜蜜单嘛 他是甜蜜单你没吃甜蜜单啊 可是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你过来来打一单正常单架刷 我这是钢蹲的老板啊 小心你别 你没有跟我说要来叫宝宝 你没有跟我说要叫甜蜜单啊 那不是叫他带主宝宝 我什么时候让你叫我宝宝了 老子都没有让你叫我叫我宝宝 你自己要叫的 不是实际上 你不是骗我过来接单 然后让我跟你一起这样做黑奴是吗 不是那确实没有 没有啊 我不是正常给你算单的吗 对啊 他好心叫你来接单 你在逼逼赖来什么 我这很正常 我们两个本来天天就我熬夜接单 然后你自己也刚刚陪完 我前面都说了 我跟你好说歹说都说了 实际上 你为什么就听不进去呢 你跟他说什么 我知道 你现在是如何骗老板 我知道你 这不是骗啊 这个是 这不是骗 这是啥 画饼啊 这是PUA啊 此时青木川也已经有点生气了 他作为一个俱乐部的老板 遇到其他俱乐部的赔完这么无赖 也是算他运气不好吗 在小新看来 他在叫青木川宝宝的时候 青木川没有及时阻止他 这就相当于已经默认了 他这单是甜蜜单了 而青木川当然也不会惯着这种 又不讲理 服务态度又极其差的赔完 他也开始耍无赖 叫他宝宝 让他给钱 而实际因为好心喊他一起来接单 现在却闹成了这个样子 他还是觉得挺愧疚的 毕竟刚接单能够碰到 像青木川这么大方 并且善解人意的老板 是真的不容易 对啊 你确实好好服务了 可是就按正常单算了 你还让我给你钱 你确实是服务了 你还一把杀两个 你确实牛逼啊 你们这考核是怎么过的 一杀就过是吗 一杀俱乐部啊 还是两杀俱乐部啊 哦两杀过是吗 那就两杀俱乐部吧 可能我在跟13说话 你不要插在我们中间 来跟我们中 在我们中间 那13又没多少钱 那我多给他钱不行啊 你多给他 对啊 那你正常来说 你应该结我的单吧 我结你的单 对啊 你就打一把游戏30块 我给你不就行了吗 不是13 这个老板是你从哪里蹲来的呀 这个是我刚刚雨林蹲过来的 不是我现在觉得 他这么帮你说话 他是不是俱乐部点单去的老板啊 是不是你 没有 不是呀 我刚刚蹲到的 你们管理在不在 13 我们管理 我们管理在啊 来把管理叫过来 可是听你们这说话 根本就不像第一天认识啊 可以啊 我去把管理叫过来 我让管理看这怎么回事 就是第一天认识啊 青木川也是一点都不惯着 这个下头的女陪玩 本来一单正常就是30块钱 就因为自己主动含了几句宝宝 就又想赚甜蜜单 又想赚双费单 他以为老板都是人傻钱多的嘛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 服务态度这么差的陪玩 你们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如果想看后续 请大家给小爱点点关注 点点赞